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在上星期五由英国搭国泰航空CX-252底港 在机场检测时结果呈阳性 他们在7月都说在香港完成打伏比特疫苗 他们没有病征 CT值少于30 即是病毒量高 对抗体呈阳性反映 本港到现在累计7宗涉及Omicron的个案 与南非 尼日利亚 美国 英国相关 都说在机场禁区或指定检疫酒店确诊 另外 新增的两宗私入个案都完成打两剂疫苗 以及在检疫期间确诊 其中一个人由坦桑尼亚 京南非和肯尼亚底港 另一人来自巴基斯坦 带L性ER变异病毒株 香港大学将分离出的Omicron变异病毒株 送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及科兴以及国药两间药厂 港大微生物学系团队 早前成功分离出Omicron变异病毒株 为了更快开发和生产 针对Omicron的疫苗 已经将它送去国家疾控中心和两间药厂 他们分别在上星期四、星期五已经收到 研究团队又说 正是与其他地方的科研组织商讨送去当地 期望可以无分国界尽快展开相应科研工作 截至夜晚9点 一共有42万6千人注册香港健康码 证券和保险协会等监管机构都说 第一阶段通关 每间持牌机构有两个管理层可以免检疫到内地 有关注跨境家庭的团体就担心 有迫切需要的市民更难抢到通关名额 超过40万人已经注册香港健康码 不过同内地通关的名额具体有多少还未公布 政府早前就说会预留一部分给商务人士 会有一个优先的处理 但是也都不是等于自动成为这个组群的人士 就一定有配额 各政策局也都已经联络商会 专业团体等咨询名额 证监会就向持牌法团发信 说他们的行政人员或董事 如果需要到内地管理业务或建客 可以申请免检疫往广东省的名额 每个月最多两个人 需要在星期五之前 以电邮程交名和指定文件给证监会 据了解 相关的做法是预先为通关做准备 以及统计有多少人有意前往 根据港交所数字 目前有大约700间可以作证券等买卖的公司等 意味着每个登记者回内地一次 每个月都可能佔用近1500个通关名额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计算证券业界 我们再查询其他监管机构 其中保险业监管局也都确认已经通知业界 每间公司可以为两个行政人员作同类申请 根据局方资料 本港有至少160间保险公司 早前有消息透露通关初期每日只有1000个名额 即是每个月只有大约3万个名额 有关注组织就担心 如果这批商务人士多次进出 大部分的名额被占用 会令到其他急需配额的家庭失望 初步就是申请了健康码系统 虽然有些账户都还没启动 就算是已经启动了那十几万 这样如果1000个的话 就连续 假设仍然是1000个 连续放一个也是3万个而已 基本上说回那些农历生年 或者健康或者升旦假期 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了 他希望当局可以尽快研究 容许有需要的跨境家庭行常化通关 无需逐次申请 毛斯尼茨记者吴森鱼报道 内地出现第一宗Omicron变种新冠病毒个案 田俊市疾控中心 对上星期一个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採集呼吸道让管进行分析 经国家疾控中心腹核 都确认验出大Omicron变异病毒株 或者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政府总部接驳一封针对行政长官林浙月娥的恐吓邮件 行政长官办公室予以严证谴责 当局说政府总部人员 星期一早上例行检查接获的邮件时 发现一封至行政长官的信件里面附有刀片 信件内容也大有威吓性已经暴警处理 据了解相关刀片是长大约4厘米的剃素刀片 初步调查相信 与祖田恐吓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案件无关 特首办发言人说 香港是法治社会 绝对不容忍暴力和恐吓等违法行为 无论是行政长官或者其他公职人员 任何人如果以违法手段企图影响他们履行职责 政府会严肃跟进将不法之徒承治愈法 私人专员公署拉着一个31岁男人涉嫌在网上公开他人的个人资料 是起底刑事化相关条例10月生效之后第一宗拘捕行动 个人资料私人条例收定之后起底刑事化 新例生效大约两个月私人专员公署拘捕首个涉嫌为例的人 个个31岁中国籍男人涉嫌在网上平台公开 和自己有金钱九分的人的个人资料 公署说是接到事主报案后在西九龙区拘捕疑犯并且检获一部手机 不认为私人专员公署没有机留设施 需要借用警方场地拘捕被捕男人 不至于案件的详情 例如是涉嫌哪一种金钱九分 被公开的是什么个人资料 有没有要求网上平台移除等等 公署说为免影响调查和检控 现阶段不便披露 公署提醒即使是朋友之间转发起底信息都可能违法 即使你假设不是当初披露到一个 但你在网上看到任何起底的资讯 都不要手多多按个科学声出去了 因为都有可能违反条例规定 个人资料施引条例列明 如果任何人未获当事人同意披露他的个人资料 意图导致又或者蒙故是否会导致当事人 或者他的家人蒙受指名伤害 可以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两年 但条例也列明若是传媒报道就可以获豁免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CLS我是世界阵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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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普认8指数报4677点跌34点 提起欧洲三个主要故事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60点 法国KAT指数跌55点 德国DX指数跌11点 请 回来本港 去年六四非法集计案有8个人判刑 其中李卓人判囚14个月 黎智英被判入狱13个月 其餘6个被告分别判囚4个多月到1年不等 黎智英、周幸彤和何桂南由囚车押送到区域法院 他们早前经审讯被裁定罪名成立 法官胡雅文听取他们求情之后 连同五个早前应罪的被告一拼判刑 李卓人承认三项控罪 被判监禁14个月 黎智英就罪成判囚13个月 两人刑期连同四宗案件同期执行 合共判囚20个月 早前获准保释的蔡耀昌和梁耀忠 自行到法庭听取判刑 他们分别被判处12个月和9个月监禁 需要即时还押 被裁定罪成的周幸彤、何桂南 以及承认控罪的梁锦威和胡志偉 就分别判监4个月两星期至12个月 法官胡雅文重申 游行集会自由不是绝对 需要受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秩序 包括公共卫生风险 本案被告的政治立场和法案目的都与判刑无关 法官又说 法资联会本来可以改用网上形式进行集会 防止疫情扩散 但众被告错误和傲慢地认为 共同目的比防疫更重要 灭视法纪、情节严重 需要判刑阻下 而部分被告是知名政客 言行广受关注 加上前线角色是家营因素 一众被告共同现身互相支持 更容易吸引群众参与 被告难以确保与会人士和平 非暴力和遵守社交距离 没有爆发另一波疫情 不会减轻众人的刑责 需要判处即时监禁 同案合共有26个被告 除了罗冠聪和张昆阳弃保潜逃 其余人早前已认罪或判刑 无线电视记者陈翠康报道 继续立法会选举的报道 星期日就是投票日 今届地区直选重新划分成10区 有社区被一分为二 有意见说可能影响地方规划 亦有意见认为对改善民生反而更有利 立法会换届选举 每个选民都有资格在地区直选投一票 但是选区由以往的五大区改成10个区 自己究竟属于哪一区呢 抗弃了不少的选民 这儿是九龙东 高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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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南兴 我们前往前 彩虹区 钻石山区 好像我看到你的照片了 你说我是候选 对 你不是吗 我不是 我是记者 哈哈哈哈 选区重新划界 有部分的行政区就出现拆区 元朗的水边围路是分界线 东面的水边围村属于新界西北 马路西面的水边围就大属于新界北 沙田的拆围干街 两边亦都分属不同的选区 榆田园属于新界东北 另外一边的榆园就属于新界东南 黄大仙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新黎花园和荆轻园、宏景花园等等的屋苑 只是一街之隔 但是一边属于九龙东 另一边就是九龙中 加一条街 有什么事 你又不对 有些未利益的冲突 就会起纷争 会分歧 有这里附近的选民就说 他们平时出入都会经过另外一区 有时候 九龙东和九龙中 两区的候选人同时都在附近拉票 他们就说 都不知道究竟哪位候选人是属于自己的区 有区议员也说 接获长者有关选区划分的查询 他们觉得 为什么把我们黄大师的东西 好像有五个区 就变成了好像是 割了出去 另一个区 不是很困难 当局解释 或区是考虑到各个社区的发展和独特性 并且确保每一区有大致君等的人口 有学者就认为 选区如何划分都总会有矛盾 关键是新选举制度本身 令到议员更加关注民生诉求 至于将来会不会以全港唯一的选区 减少利益冲突 刘少佳就不认同 认为这样只是对政治明星有利 亦都令到议员忽视地区工作 无线电视机在中卓系报道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马森义 美国股市下跌 标准普遗500指数由历史高位回浪 独形私工业平均指数跌接近1% 道指报35625点跌339点 标准普遗500指数报4675点跌36点 投资者仍未能确定新变种新冠病毒 对金融市场以至整体经济将会有几大影响 灭股走势转弱 市场也正是注视联邦储别局 今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结果 开始导致跌12点 期后跌势加强 上云后段跌超过300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下跌 其中能源股 非别税消费品股和银行股的表现比较差 手机制度商苹果公司获摩根大通调高目标价 公司估价升超过1% 并且创新高之后回圆 提提澳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现在是全线下跌的 两侦富士100指数跌55点 巴黎克指数跌50点 多或特指数跌9点 石油村畜国组织调高下跪原油需求预策 由早在月报中指章 新变种病毒推迟今季部分需求复苏 但整体影响仍然温和和短暂 因此将明年首季每日原油需求预策 调高110万桶 调高到9910多万桶 全年每日需求增长预策 维持在415万桶 即超越2019年的水平 世贸服务向同系公司收购资产 世贸服务披露 向在上海上市的同系上海世贸 收购旗下物业管理业务、资产和负债 逐价超过16亿元人民币 公司说交易将会和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收购目标在内地有70个物业项目 在管建筑面积465万平方米 截至今年年中 资产净值超过9300万元人民币 美团董事长黄兴减持公司稿份 港交所权益披露资料显示 黄兴成立的基金会 上星期三减持12,000股美团B股 每股平均价大约246.8元 套现近300万 腾讯罕有审议派发中期识 董事会预期将为下星期四审议派发中期识 如果成事 将会是腾讯04年上市以来第一次派中期识 公司一直只是派没其识 内地手机出货量连续2个月上升 但增速放缓 根据公信部核下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统计 11月出货量有超过3500万部 按月比较上升近半成 按年比较增加1.9 增幅低过10月份价2.8 5G手机占上月出货量8.2 到日期无线财经快讯 各位我是马心仪 政府总部接获一封针对行政长官林直月娥的恐吓邮件 特首办予以验证谴责 东岳华政府总部人员星期一早上例行检查接获的邮件时 发现一封至行政长官的信件 里面附有刀片 信件内容亦大有威吓性 已经报警处理 据了解相关刀片是长约4厘米的剃输刀片 初步调查相信和早前恐吓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案件无关 特首办发言人说 香港是法治社会 绝对不容忍暴力和恐吓等违法行为 无论是行政长官或其他公职人员 任何人若以违法手段 企图影响他们履行职责 政府会严肃跟进 将不法之徒乘斥于法 截至夜晚9点 一共有42万6千人注册香港健空码 证券和保险业界等监管机构都说 首阶段通关每间示牌机构 有两名管理层可以免检疫到内地 有关住跨境家庭的团体担心 有迫切需要的市民更难抢通关名额 超过40万人已注册香港健康码 不过和内地通关的名额具体有多少 还未公布 政府早前就说会预留一部分给商务人士 会有一个优先的处理 但是也不等于自动成为这个组群的人士 就一定有配额 各政策局也都已经联络商会 专业团体等咨询名额 证券会就向持牌法团发信 说他们的行政人员或董事 如果需要到内地管理业务或见客 可以申请免检疫往广东省的名额 每个月最多两个人 需要在星期五之前 以电邮呈交名和指定文件给证监会 据了解 相关的做法是预先为通关做准备 和统计有多少人有意前往 根据港交所数字 目前有大约700间 可以作证券等买卖的公司等 意味着每个登记者回内地一次 每个月都可能佔用近1500个通关名额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计算证券业界 我们再查询其他监管机构 其中保险业监管局也都确认已经通知业界 每间公司可以为两个行政人员作同类申请 根据局方资料 本港有至少160间保险公司 早前有消息透露 通关初期每日只有1000个名额 即是每个月只有大约3万个名额 有关组组织就担心 如果这批商务人士多次进出 大部分的名额被占用 会令到其他急需配额的家庭失望 非常逼切的就是几个群体 一个就是家中的长辈 有些甚至已经进入离楼的状态 都没有办法分离 有些已经进行急救了 已经有超过40万人初步 就是申请了健康码的系统 虽然有些帐户都还没有啟动 就算是已经啟动了 那十几万 这样一二个一千个 假设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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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尽快研究容许有需要的跨境家庭行常化通关 无需逐次申请 毛斯尼茨记者吴森鱼报道 投诉警察货今年头十一个月 接获超过一千三百宗需回报投诉 按年上升两成半 监警会有提到 涉及反修例事件的投诉人 不少都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导致监警会未能追查 监警会交代今年头十一个月 投诉警察货接获的需回报投诉 一共有一千三百一十二宗 比起去年同期升两成半 最多涉及疏忽职守 达到六百九十六宗 按年上升四成二 其次是行为不当 态度欠佳或讲粗言位语 一共有五百二十四宗 升幅亦都超过四成 其他投诉就录得下跌 当中捏造证据跌幅最大 其次是嘔打和滥用职权 我会反而去角度去看 为什么去年会是 是明显少了呢 反而要问个问题 是这样的问法 我觉得是因为有很多原因 第一就是 始终那个暴动事件 都未完全完结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也是因为COVID-19 疫情的情况 变了一些街上少了人 变了接触少了 我想各方面各方面 都会有一个誘因在 至于涉及反修例事件的 需回报投诉 监警会已经收到五百五十宗 并且主力其中四百五十七宗 当中有一百九十七宗 无法追查 监警会说八成多的投诉人 没有提供资料 所以未能追查相关投诉 如果你受委屈 我们一定会帮你主持公道 如果是投诉是不对的 都会还回被投诉一方的警员一个公道 那这个就是我们处事的方法 但现在苦在苦在什么呢 就是投诉一方 他说我投诉 不过我不出来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怎么找我又不知道 而监警会就着反修例事件 向警方提出的五十二项建议 截至上个月 警方完成三十九项跟进行动 并且实施了七十项的改善措施 包括如果再遇到类似七二一事件 单日接获超出负荷报案电话 会分流去到其他警区 以免再现报案电话漸善的情况 毛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 港大一项调查发现 超过三成受访老简症患者失业 有团体畅意 推动老简症教育活动和培训 建立老简友善的工作间 老简症是常见的老科病 据统计每二十人 就有一人一生中有老简發作 赵先生十六岁的时候 在学校突发老简症 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 在前年向16至65岁的老简症患者 进行就业状况问卷调查 成功收集到138份有效问卷 四成三受访者认为患有老简症 对受雇和维持工作有负面影响 超过三成受访者失业 比同期本港政体失业率高超过七倍 撇除疫情影响失业的因素 老简症患者主要面对技能或教育水平不足 老简症發作频率不定 和老简负面标签带来的困难 当然很少会直接说 因为你曾经发作 或者你有这个病 医生说希望外界明白 老简症患者的病情 可以透过药物控制 工作能力和常人无二 期望雇主协助患者 投入职场 香港老简基金会建议政府和企业 将老简症列入教育活动和培训 增强雇主及员工对老简症的 认识和处理方法 为患者安排合适崗位 建立有线共用工作间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港产独角兽人工智能公司 商汤集团被美国实施投资禁令后 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 日本港从事机械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机构说 不担心将来发展会受美国打压 有学者就认为 商汤事件长远会影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这些机械臂和机械人 是中大旗下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的产品 中心正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应用在未来工作场所的机械人 希望为物流行业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例如是加快整个工序的流程 对于同样做人工智能的商汤集团 在香港上市暂时捉招 研究中心认为 事件对于他们来说影响不大 有学者就认为 商汤集团比美国实施投资禁令 背后是中美之间的角力 香港金融业受害最深 以前我们是比较政治中立一些 就是做一个所谓的超级联绘人 现在就变成了双方角力的一个棋盘 一个争抗的中心 所以就变成了你将来来说 这些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多 而科技公司见到 哇 有这么多这样的情况 你说科技公司会不会再愿意来香港上市 其实不会的 你的风景太大了 来这里上市 所以我们可能是损失了将来 经济或者金融界里面最赚钱的一堆企业 这个对香港损失其实很大 他估计部分的公司 或者会转去新加坡尝试集资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和世界银行行长 马尔柏斯市场会面 重新中国来年经济工作以稳为善 李克强说 面对新的下行压力 中国会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能力实现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会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 实施宏观政策 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增强中国经济的人性和活力 李克强又说 愿意和世界银行在资金、知识等方面 保持密切合照 以实际行动支持多边主意和全球事业发展 文化博物馆星期三起 展出来自不同国家的海报作品 其中新增动态区 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现作品 有什么特色呢?由心意带大家看看 每一个彩色小方格 象征南京大屠杀发生多年之后幸存的82个人 岁月不留人 82变成77 再变成73 方格失去彩色 变为无致命 这幅北京、武汉、西安的黑色字样被冒埋侵蝕 一张张黑白菲林相 记六世纪疫症来集 白衣战士的付出和新路 三年一度的国际海报展 今次除了有这些意识形态组别的作品 还有文化、商业等的主题 今年特设动态区 运用投影、屏幕等呈现作品的不同面貌 不要看这些作品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特别感 但只要打开指定的应用程式所数 不用几秒钟就见到幅画 变得活灵活现 赋予了新生命 好像这一幅 方快看不停转动 表达永不优质的状态 这衣服买完一件又一件 就象征疯狂消费 始终是印刷品 它的限制比较大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框架里面 我们只可以用一个很正态的图像 去做一个信息的传递 但是电子的形式就多了 我们可以有5秒、10秒 甚至可以一个循环的动态 去将一些比较复杂的故事 或者信息可以再有效地传递给大众 康民署和设计师协会 今年由世界各地征集 并且船出一百多组作品 星期三开始在沙田文化博物馆展出 我们都希望能够从海报 这个这么有历史的一种 用来做宣传、用来做传播的一个媒介 它怎样去同时代一起去进步 与时并进呢 其实亦都可以预示到 在我们博物馆的将来的发展 除了我们的展品之外 更加多资讯或者是一些视讯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新的科技放进去 展览原本去年举办 受疫情影响延迟一年 今届的作品评审也都改到网上进行 母线电视记者吴森鱼不道 沙田马祥星期日下午发生堕马意外 三名骑士仍然留意 潘顿的太太在社交平台发放潘顿的照片 香港财博会说 拆骑标志未来的潘顿已经离开心切治疗部 拆骑君达星的欺威心 将会稍后离开心切治疗部 两位骑士仍然会继续留院接受观察 某亦都正为日本代表福永柔一 安排回日本的相关医疗运送事宜 示范在第五场的香港短途錦标赛 三名骑士意外之后 两人情况一度严重 其后转为稳定 涉事的马匹入面 肥仔厉厉和君达星需要人度毁灭 这是画面的 准备 D D